大家好,我是小熊草 今天我要做的影片就是意識到殺意波動的龍 那這個任務它是鬥技場的挑戰任務 那跟亂野英浪漫一樣 它有123的三種意識到殺意波動的龍 那差別就是裝備 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選的是第二個意識到殺意波動的龍 那為什麼呢,是因為想要用大劍 然後我想要用弓箭 所以我們選的是第二篇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龍衣裝 為什麼會跟魔獵人合作 我覺得應該就是因為它的名字的問題吧 因為它就叫做龍啊 它就是一頭龍 那這邊它跟亂野英浪漫一樣 也是沒有給你回復藥大跟回復藥 只有肉跟蜜藥 還有 種子跟... 種子跟... 種子跟藥丸 那我們這邊一個墊布往前喔 給它撞飛喔 那這邊它移一個大猴 那這個就是鋪地板然後... 射奇怪的東西出來的技能喔 那這個... 側躺 就是要再拉開一點 因為距離有點遠喔 那基本上你拿弓一直墊的話 滅進龍對你來說是毫無威脅喔 那這邊它被好小的麻痺飛刀給麻痺了 我們就馬上鋼射一波 那射太爽喔 摊了 就被... 砸出去 那可以看到好小也是一個砍太爽喔 也是被砸出去 而且它被連砸 那這邊我們稍微等一下耐力條 然後繼續普射 那用墊布躲掉了... 它的吼叫 那這邊我們剛帥氣的滑布 把它給打殘的地板上 那馬上來嗑一顆蜜藥喔 血量有點太低啦 那馬上來嗑一顆蜜藥喔 那馬上來嗑一顆蜜藥喔 血量有點太低啦 那我是覺得它在... 這一個鬥技場裡面 它的傷害是有調降的喔 不然我們不會一直都站著挺挺的喔 好 再把封轉 射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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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剛剛往右邊射一箭喔 不是因為我們射空喔 是因為我們想要墊布喔 但其實也是因為我們射空喔 那好笑用了睡眠飛刀 我們就馬上來補上我們的大爆彈機 然後蓄力叫醒他的工作就交給好笑 那這一發爆彈就把滅金龍給帶走了 那我們這一次出劍 意識到沙翼波動的龍喔 其實沒有打得非常差 那等一下就可以來看一下我們的秒數喔 那跟 現在已經出了三次的快打旋風的 挑戰任務了嘛 那跟以前一樣 他也是會給你一個SFV票 那現在票券已經出到了2 那他要跟亂眼音浪漫一樣 是要 4張 SFV票 才可以製作上位的龍衣裝 那這個上位的龍衣裝 就是在這邊龍Gamma紫色的 製作下去 他還需要那個火龍的逆靈跟狩獵王硬幣 還有不滅龍靈 那這些東西如果你是一個上位玩家應該是多到滿出來了喔 那他的預設配色是紫色 就跟我們剛剛在影片中玩的一樣 那我們這邊稍微幫他改個顏色喔 你拿去做什麼 OK那就改好了 是一個土黃色上衣的黑袋 白褲龍 不是紅袋了 那馬上來看一下他的裝備 他的裝備總共有6個小洞 然後兩個大洞 那裝備本身有附 挑戰者2 攻擊2 體術2 那還有防禦1 司力逃生1 還有體力1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左下角按讚 右下角按訂閱 打開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最新影片的消息囉 我是小熊草 那下次再見囉 掰掰